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吵數位中介法 但民進黨的這個官方的臉書還幫NCC來背書 會不會覺得說你不是說NCC是一個獨立機關 為什麼還需要民進黨黨的臉書來幫他背書 所以說什麼事情當然都是黨說了算 這也是大家反對數位中介服務法的原因之一 因為最後什麼叫做不當言論 一定就是黨說了算 以後我們還能討論柬埔寨的問題嗎 我們還能討論林志堅論文抄襲的問題嗎 可能都不能了 那今天民進黨很多人就講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也有提一樣的法律 這完全又是在創造假消息 所以這種假消息他們可以講 別人不能講 他們自己就是假消息的源頭 國民黨跟民眾黨是反對 性私密的影片在網路上轉傳 以及詐騙 這些都是違法的行為 他們是根據具體的內容 去訂定這個法案 可是NCC的數位中介服務法 是什麼都管完全擴權 從文化部啊 觀光啊 國安啊 這個無所不管 所以所有的內容都會受到管制 那不見得是犯罪 也要被迫刪除留言 然後甚至封鎖帳號 罰五百萬 罰一千萬 這才是全民反對的理由 但是民進黨不但不承認 還繼續幫NCC擦脂抹粉 那我覺得呢民眾不是笨蛋 其實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我會想說 大家看得懂 我可以說 那不是說 我可以說 你會想說 我可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